第一线医护人员晚袖接种提升保护力 为了推动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作业 行政院也编列了40亿元预算 不住打工费疫苗的相关费用 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上发文催打 强调全民打疫苗都免费 疫苗会陆续到火轮到你就去打 但网友却在下方吐槽 现在重点是没疫苗不是免不免费的问题 也有人说手臂都准备好了 但还排在看不见车尾灯的接种类别 所有的这个公费的这个COVID-19疫苗的施打 完全不收费的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简化流程 以及加快这个施打速度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防疫士同作战 莫德纳跟新的EPAZ还没有下来之前 就等于是这几天就是还没有疫苗可以施打 那当然这是有点可有点可惜吧 认同中央政策 但也认为美中不足的是 疫苗配发速度没跟上政策 实在太可惜 如今国内疫苗覆盖率不足 本土疫情也没有明显下降趋势 那么6月14号就要斗期的三级警戒不言吗 三级警戒到什么时候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事情 这个是要根据我们每天确诊的速度跟它那个流行曲线的变化来决定 差不多六七成的疫苗接种率的话可以减缓疫情 但是如果是再加上我们的防疫手段的话 国外的经验看起来差不多百分之二三十的一个疫苗覆盖率就可以看到疫情趋缓的现象 警戒期满言不言专家没把话说死 但行政院疫情会议后 已经决定三级警戒延长两周到6月28号 想尽速回归正常生活 到无知己除了人人都要落实三级警戒 也全看政府采购的疫苗何时能到位 欢迎收看红西鲁黄佩涵 特别报道